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关注 但是最后还有一些话要送给大家 现在我们会看到 昨天视频里讲了 政策在放松 银行信贷在支持 然后还有很多各个地方都在放宽限购限贷 但是你要分清楚 楼市分为两个市场 一个是全国其他城市 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楼市最健康的上海 所以在上海目前我们来看 信贷资金这一块 虽然是口子放得更开了 但是无论是一手新房的实际价格 还是二手的核焰价 我依然相信调控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 这是前提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房价过度透支 连续这么快节奏 在2020年有过亮眼表现的上海 我是如果在2020年 再会迎来一波堪比当年的高潮 我认为可能性质比较小的 为什么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财务状况 在目前的一个大环境下面都碰到了蛮大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虽然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但是作为东风的各位朋友一定是优中选优 甚至有甚的 大家在家庭的理财方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谨慎 在大比额度资金的一个开销方面会变得更加的相对信心没有那么的足 因为很多的黑天鹅事件包括各个产业的调整 包括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 包括国际局势的种种不确定性 这种大的一些因素会实际影响到很微妙的决策 所以我认为楼市有没有小阳春呢 我认为是有 但更多的是在2021年下半年被市场所强压下去的这个幅度 一定程度的反弹 但你让它回到2020年这个高度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 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吧 再说的直白一点 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产现在面临的分化比较严重 我们看到很多的成交案例 要么就是集中在300万400万左右的老破晓的一个成交数据 成交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穷人现在可以办得下来贷款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顶豪价格攀升数量增加 因为这些人可能达到了新钱 第一时间冲入到市场 而我们打工人呢 你们去年的年终奖金比前年拿的更多吗 你们今年的职业规划有升值加薪的预期吗 你们所在这个行业今年的这个预计的一个销量 或者说是一个业绩有可能翻番吧 在这些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 最为改善主力军的 各位可能年薪在50左右的 或者50到80左右的各位 可能对前景有一点犹豫 这种情况是使得上海最主力的一个改善阶层 举其不定的一个因素 我认为即便是口子放得再大 声音还能再小 真正让大家建立信心 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所以小阳春的确是小阳春 但它不会变成六月的酷暑天 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好不好 二手房你真看中了 你还可以跟房东磨一磨 不用那么着急 一手金盘 你分数高 你就过段遥 你分数相对低一点 如今的这个市场供应 从土牌的数量上 还有土牌的现价 现价的这个价格上 实际上也是为大家铺平了一个相对 还比较好卖上去的台阶 好吧 所以呢 虽然我语速比较快 只不过是为了着急回答大家的问题 并不是给大家一个压迫感 或者给大家一个 一个很焦虑的感觉 好不好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明晰的 我是坚决看多上海房地产的 但是我看多上海房地产的 一个节奏我认为是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节奏 何则而言 在全国其他城市已经发生过了 不应该在上海发生 而上海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也没有那么高 大概是20%多 不像一个地方 40%到是50% 上海更重要的是 再次完成产业转型 要让居民富起来 以后房地产市场才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财稳 财扎实 上海房价没有泡沫 上海也不应该暴涨 我们不应该犯其他一些城市 犯过的错误 好吧 我认为上海楼市很健康 这个健康得益于城市里面 每一个人的日复一日的努力 你说炒房 或者在中间倒挂去获益 那只不过是少数人 这个城市我们看不见的 冰山脚下的大批人 还是希望房价更加温和一些 我认为 所谓的政策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房价跌下去 不是要腰窄 让你可以买得起 是让它的涨价速度慢下来 让大家的工资收入 让大家的这个 已有的固定资产的增幅 能够渐渐的追上 通胀的节奏 然后再完成一个平缓的置换 不要再出现 突然跳上30%了 普通老百姓受不了 普通老百姓受不了 这也是我认为出台一系列 调控背景的 真正背后的原因 上海是一座 照顾民生 尊重大多数人 讲游戏规则 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反复 但这个方向没有改变 我们坐在直播间里 聊1000万2000万 还有很多300万500万的人群 他们可能看不到直播 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 知道楼市要涨的人群 给这些人一点喘息的时间 给这些人的贷款额度 稍微宽松一点 我觉得这才是 上海一贯以来所坚持的 一种政策出发点吧 所以现在我想 马上也在开两会 关于房地产会有很多的提法 可能你会觉得 风向在变 说法在变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 各位的固定资产 为了保护民生 为了保护这个产业的上下游 有一个健康 长远 平稳 咱们不是过完咱们这一生 咱们还有孩子们呢 是吧 还有孩子的孩子们呢 不要合则而鱼 即便你吃到了中间的红利 那留给子孙后代的还有多少呢 所以我 我认为 暴涨的出现可能性并不大 咱们吃到一波红利的人 要感谢这个 环境 感谢上海这个健康的环境 这是各个环境的人 共同努力造成的 也许现在对于房地产趋势管得比较紧 产品令大家不满意 或者说供应令大家不满意 但我觉得都是阶段性的问题 会解决的 会解决的 好吧 我们一起等到解决的那一天 好吧 但是你不要松劲 海纳百川 百可征流 这个奋勇争先 你在单位里面能够做到前20% 无论是业绩 还是你的个人能力 我相信在新房市场上 你也可以成为那幸运的20% 这座城市会奖励努力的人 而不会对权力过度谄媚 对某些方面桌子以下的规则 过度的骗他 普通人还是有机会的 好吧 就这样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